娱乐圈中大名鼎鼎的明星不在少数 很多粉丝都能够清晰地记住他们的名字 但是却有这样几位明星在娱乐圈中 自己的名字一直被叫错 而且有的甚至被叫错了十多年 后不得不被迫将自己的名字改掉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是哪几位明星吧 黄渤曾经自曝在机场和一位粉丝聊得非常嗨 结果快要离开的时候 对方问他士兵突击是否还会拍第二部 黄渤一下明白过来 自己被对方认成王宝强了 于是在粉丝要求签名的时候将错就错 签上了王宝强的名字 何炯也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主持人了 但是因为自己名字后面的那个字不是很常见 因此常常被人认错 他曾自曝自己被唐国强老师称为何林 当时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何炯机智地称呼这是唐老师对自己的爱称 而且已经连续十多年这样称呼了 自己却从来没有和唐老师说过 自己的名字被叫错了 虽然非常好的挽救了现场尴尬的气氛 但是可见何炯对此也表示十分的无奈 我是姚浓的 姚浓的